字幕君 大家好 小室友來了 今天幫大家介紹的這個 大家引頸期盼網友一直留言 叫我要做這台車的這個 介紹試車的影片 這是什麼車 這就是很接近一顆球的 關注完美 近乎苛球 Lazers IS250 現場這台是2010年的 而其實小室一直很不想要做 Lazers相關的這個車子的影片 我們已經介紹很多啦 什麼ES啊 LOS啊 那Lazers的做工 它的引擎基本上開起來 就差不多是這個樣子而已啊 所以我真的也不知道做這個要講什麼 那之前小室陸續有過 黑色灰色都還沒來得及拍片就賣掉了 那這車有這麼好嗎 這車有這麼便宜嗎 為什麼大家搶著要買喔 我實在也是搞不清楚 所以我們趁這一台賣掉之前 趕快幫大家做一下影片喔 來介紹一下 跟大家看一下這個車到底跟其他車 有什麼不一樣 那這台車現場 2010年這一台是小改款的車型 那它小改款有改什麼 大概就是這個後照鏡啊 前面飽感氣壩 水箱護照 後面的尾燈啊等等 稍微做一下小小的修飾 坦白說齁 今天如果不是兩台車放在一起 我還真的看不出來 它的2010年的小改款 到底是改在哪裡啦 這種感覺就很像你有一天下班回家 你女朋友還是你老婆 帶著一點笑容說 你看我今天有什麼不一樣 還真的看不出來 對了 小改款之後的馬力多了4P 引擎有稍微做一個調教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車要介紹什麼 這感覺很像我們介紹過Vios了 對不對 再叫我介紹Artist 我真的很想跟你說 那就是一台放大版的Vios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可能就是縮小版的ES 或是縮小版的LS 反正引擎就是V6 然後做工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不過我覺得比較特別一點 這個車曾經在美國 獲選為 只用12萬公里以內 十大最省錢的車種的第六名 也就是說這個車買回去 可能你在這個妥善率上面 保修上面 或者是它零件的維護方面 價格比較便宜 僅供參考好不好 美國數據英國研究 這個車喔 有以下幾個好處 第一個 隔音好 剛才三寶 車子都不快走 去做什麼 車子不快走 你做什麼 搖曬車嗎 第二個 睡精神 第三個 室內空間大 第三個 老闆,可以走了嗎? 太小了 第四個 品牌形象好 年輕耶,車不錯喔 詳細的新車規格 就列在這邊了 好不好 我跟你講,這個就跟在看謎片一樣 前面都不用看太多 快轉拉到後面重點部位就好了 就是我們出去試車講幹話的 那個部分開始就好了 好不好,所以 接下來的新車規格 我們就看在這邊就好了 就帶大家去看一下 這台車裡裡外外 有什麼了不起的 好不好,處理了 走啦 處理了 我們今天看到這個陽春的 陽春的呢 採用的是白色的米內裝 不過其實Navi也有這個灰色的內裝 這當時我記得是可以選配的 那這種 那這種 雖然這種有一點接近灰白色的皮椅 很容易髒 可是 我個人還蠻喜歡這個顏色的 因為這個顏色如果保持得好的話 感覺這個看起來還蠻素雅 蠻典雅的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引擎試看看 我們之前在這個 LS的時候有講過 Lazos的引擎通常都是幫你弄得非常的密集 然後很多的護蓋 所以你很難觀察 它的這個肉油啊等等 可是你這台車啊 就是它所有這個扣子啊 全部都原裝的扣子都沒有 沒有更換過 也沒有被補了不一樣的這個扭扣上去 全部每一顆都是原出廠的扣子 我們很簡單的看到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有水香精的結晶 這有水香精的結晶 這個我們就是要檢查 為什麼它這邊會有水香精的結晶 是這個修理工有倒好呢 還是說它裡面的水路有什麼問題 造成這個擠壓露出來 那我們之前也跟大家講過 這個只要稍微扣子 扳一下 整個就起來了 然後來看一下這個引擎 欸 看頂頭 對不對 落策 要看架子 像這個引擎我們要記得 如果是直四直六 橫四的四缸 直四的都不管 你要去看它這個引擎傾斜的角度 是往哪邊傾 所以像它這個V6有沒有 V6這樣 這樣有沒有 就要看它這個地方 下圓 看有沒有油氣 兩邊 這一邊的V就是看這一邊 看不到手進去摸一下 有沒有 這是蠟燥不是油 大概用這個方式 稍微的來判別一下說 這個車的引擎有沒有什麼漏油的狀況 我跟你講 我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這個屁股啊 超像藍鳥的 所以啊 這也是小事啊 很不喜歡這台車的原因 因為我真的覺得 長的跟藍鳥很像 不是那個藍鳥喔 是Nissan的藍鳥 這個陽春的版本 配備的是這個17吋的鋁圈 前面是225 45 17 後面是245 比較寬 後面是245的 現在才拍板公里 其實齁 人家說讚耶 裡面不用什麼看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車 到底有什麼特別 群雞防滑系統 ABS 這裡有個定速 有沒有 這個定速的這個棒子啊 長得就很像以前Toyota有沒有 Carola 美龜那時候 CAMERY那種定速的棒子 差不多就是這樣 三組的這個電動記憶座椅 電折後照進去 有沒有 折起來 你可以把它折進來化妝 在它化完就把它折出去 那像它這個比較 這個陽春的等級 它就沒有配備中央的大螢幕 跟這個Mark Levinson的影響系統 在陽春的上面就沒有 所以它就很簡單 雙區恆溫系統 然後這個PUSH START iKEY 方向盤的快播換檔 有沒有 嗚ались 那我們剛剛講說電動椅喔 它有兩組 它雖然是最陽春的 兩組記憶電動椅也是給你 雙區恆溫也是給你 哪個這重點來啊 有沒有 有沒有,我們上次在冰地上面有看到的 說好不提冰地 哪有電熱誼 還有電人誼 我說上次說龜爛爬火的時候 就開這邊 啊 你知道什麼時候要開熱的這邊嗎 變蜜的時候 然後冬天這個很爽 然後我冬天開這個,我最喜歡放曬 那曬一下,曬那滾 屁股太熱 啊那個曬就會滾,你知道嗎 就會很想大便 所以我從來都沒有開過熱的這個部分 高級 車用的這個手機支架 有沒有,360度可360度旋轉 橫置,可橫置 適合各種尺寸的手機 選配 不加價 這個算送的,好不好 高級,有沒有 行車紀錄器 微科的,Vico的 齁 送 都送 嘿,大家都送 東西都送給你 大家都爽 送 這邊有一個 來,電動後 遮陽簾 這沒什麼嘛 這個以前那個 Garren有沒有 Saviro那個都有 好不好 M1 Central 這邊還有側面遮陽簾有沒有 大燈清洗器 小大燈的,你如果去跑拉力賽有沒有 有泥土噴到你的大燈上 你就要把大燈清洗器打開 好不好 好,介紹完畢 因為沒什麼好介紹的 所以我們只好快點去試車了 走吧 好,騎車啦 我跟你說 今天有萬全的準備 第一,確認冷氣有冷 第二,我開Laser避震器 對不對 直接路有多爛就開多爛 我看你多到 不是在跟你搶聲 我是 你問說這個車多到 好不好 讚 我們現在要來這個爛路 炒水高的爛路 遊刃有餘 舒服 可是我要講 這個IS250的避震器 其實在這個Lasus的車系裡面 其實是算 偏硬的啦 你要說它是Q 其實坦白說我覺得 它算有一點硬 204匹的馬力 那因為這小改款的 多了4匹的馬力 就208匹的馬力 那它這個0到100 當時官方的這個數據是7.9秒 那我這個V6的引擎 我們常開嘛 差異性不大 那7.9秒的加速 在他們家族裡面 也算是還不錯的一個成績了 但是因為真的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 你說這個車要說運動 我真的從它的轉彎 從它的加速 因為為什麼 我就覺得 對加速是穩穩還蠻不錯的 還蠻快的 然後 然後避震器也給你做得定定 但是你要說運動 我的感覺就很像一個妹有沒有 穿著全套的運動內衣 運動褲 跟我說要去健身房健身有沒有 結果去那邊打卡 有沒有 我來運動了 香漢淋漓 有沒有 Hashtag好累喔 Hashtag我要變瘦 有沒有 然後就有很多人說 你已經很瘦了對不對 有沒有 我怎麼會講髒話 那種感覺不出來你是運動的 我只覺得可能你的裝備弄得還不錯 可是你要真正的講到運動 坦白說我覺得還差了那麼一些些 那所謂的這一些些 就像我講的有可能是排氣管的聲音 還有這個底盤其實一直不是讓我很喜歡的 因為 有一種不上不下的感覺 那是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那當時這個 它的扭力大概是25.5公斤 那是在4800轉的時候會有這個扭力 那基本上我覺得Lasers的車為什麼 我一直很不想要介紹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要說什麼 你如果要聽連銷的我OK沒問題 這個車我們就是知道 組裝紮實隔音很好 我常常說V6多細緻多順暢 也差不多這樣 尤其像例如近期的200T之類的 這種IS的車款 讓我有點感覺很像是日本車 改了硬的避震器你知道嗎 你就是日本車 你就是 你只是把這個避震器換的比較硬一點而已 然後你就跟我說你是一個運動化的車 或是一個操控感很好的車 我真的覺得 我開起來的感覺不是這樣 應該這樣說 那我現在開在高速道路上面 速限80公里 這次我不會上檔 我就是塞八十 沒敲燥 應該有的表現 隔音底盤的回收封切聲 隔音的效果都做得很好 那唯一的就是還是我講的 就是它的苦衷真的比較硬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台避震器滿 它有點小跳了 我說實在 你希望它舒服 在市區的時候它很舒服 但是你在這個沙灣或是高速需要它的這個Q度的時候 它還有Q度 這個才是一個好的底盤表現 我覺得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 這樣底盤表現才真的上昭 但是在IS 就讓我感覺 底盤偏硬 它這車其實算跳 它這車真的算跳 彈跳真的是滿大的 那這是一台沒有改裝過的IS250 所以真的跟炸四肢體說 還是全都沒關係 它原本的設定就是偏硬的 Lasers的車有幾種人 第一種人 就是它原本開進口車 那它真的修怕了 我真的怕了 有沒有 受理才會怕 源自於對修車的熱愛 還是活得精彩修得痛快 不是 那是國產 它已經裝B裝過了 它可能開雙B 一、二B 對不對 也開了久 修也修怕了 那年紀也到了 沒有熱情了 它也不需要把妹了 對不對 那它可能找一台 相對問題少好照顧的車 可是我活到這個年紀 又叫我去開 Toyota 怪怪 叫我開Mazita 不會騎 對不對 不會租好 那它就會來換這個Lasers的車子 第二種人 第二種人 就是大家在路上 馬路上最常遇到的 Toyota升級的人 我們統稱為三寶2.0百 它已經習慣了這個 Toyota的這個穩定度妥善率 Toyota開了久了 升了一個中低階主管 欸 薪水多了一點 來 Toyota開那麼久來升級一下 犒賞一下自己 對不對 開雙B又怕燒 有沒有 你有沒有 想要跟人家一樣很帥 開一台 冰式BMW 又覺得 會想唱嗎 你路會想走下來 有沒有 擔心東擔心西 怕死怕受理的 它就來買這個 Toyota的升級版 高級Toyota 它就來買這個 我們統稱三寶2.0 不是 我們再次強調好不好 沒有針對每一位 開ToyotaLasers的車子 真的真的 是你們比較倒楣 剛好三寶都喜歡這個品牌 第三種最屌 我跟你講第三種最屌 第三種是什麼人 你知道嗎 第三種就是 三寶2.0的兒子 我跟你講 你剛出社會 對不對 我們家裡也算是 還不錯 對不對 三代公務員 致富傳奇 對不對 你剛出社會 先不要買那麼好的名貴的車 爸爸有一台IS250 你先去開 開壞掉了 那你想要開雙B 馬薩拉蒂 你再去開 這樣比較不會被人家說話 有沒有 所以呢 第三種人就是 三寶2.0的兒子 三寶3.0 第三種人就是 接手爸爸媽媽的Lasers 這不是英國研究 這是小師的統計 好不好 這個以上言論 不代表本台立場 這是我們自己 觀察得來的 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沒有針對任何人 針對在座的各位 哈哈哈哈哈哈 我這樣叫他們幹掉 有沒有 每次都說 Toyota Lasers 每次都說 Toyota Lasers都說到這樣 這樣對 你們都要聽這種 對不對 我說得很不好意思 這樣好 這個車為什麼我說 沒什麼好介紹的 因為 你要說它有什麼通病嗎 講真的也還好 它唯一一個最大的通病 我跟你講 就是車子太安靜 你會說 車子太安靜算什麼通病 車子太安靜的話 你車裡面 還是底盤 有一點小小的異音 異響 有沒有 塑膠摩擦的聲音 你都會聽得很清楚 你在一個妹 它在旁邊放了一個屁 有沒有 噗 你都聽得一清二楚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壞處 你說它快 就還不錯 特別快 也沒有 對不對 你說它特別省油 官方的公布數據1公升 平均是13公里 對不對 打個八折 也還有10公里 所以 油耗也還可以接受 然後 安全性 該給你的氣囊 該給你的防滑 也都給你了 對不對 怕你喬頭屋 手上 吸附的也給你了 對不對 什麼都還不錯 但是 你說 有特別有感 特別有熱情 開起來會特別嗨 也沒有 出去你要覺得說 嗯 有高大上的感覺 也普普而已 對不對 你說妹看了 會很愛這個車子 妹看到 也是 還可以接受 覺得還不錯 沒有特別的感覺 外型啊 內裝啊 經濟性啊 等等全部 綜合起來 就是一台 高於標準分數的車子 那 你要說它 缺少了一點點什麼 可能也許就是 修車的熱情 改車的這個 情懷 對不對 品牌的情感 可能就少了這些 比較感性的東西 那 你站在理性的角度 它是一台 很不錯的車子 我有去過那麼多 Lasus的車 一做車都差不多這樣 我還是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車子 所有在維修上面啊 保養上面的一些價格 還是會拿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當然我們還是會列出來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我們現在講 這台2010年的Lasus 那市面上的價格 在流通的價格 應該會在50萬左右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當然 市場上會依照這個里程數的狀況 車況 顏色 配備 新車架的配備 等等這些 因素 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落差會出現 白天四到黑夜 你看 沒有 因為最近 真的 常常下雨 像今天 傍晚的雨才停 趕快加緊腳步拍片 拍一拍出來 試測試一次 聽就好 這個 要買這個車子 你就必須要去測試它的底盤 是不是有什麼 不應該有的 這個金屬敲擊的這種 異音出現 避震器 加這些底盤鐵套的這些異音 你視而不見的話 你沒有好好的把它檢查完的話 你車買回來 再花個三、五萬塊 去整理它的底盤 輕輕鬆鬆 當然 Lessus的車系 你都還要去注意說 它的方向盤 跟它中控台的這個 這個皮革的漆面 有沒有出油 變形 或者是變得黏黏的 這個也是我們每一集的節目 常常在跟每一個消費者提醒的 好不好 會黏黏的 要注意 當然買車里程太多 我們也不要買 對吧 你快要找這麼多 要做什麼 假設小四要賣你五十 我跑八萬公里 那有一台跑十六萬公里 說我賣你四十五就好了 我告訴你千萬不能買 里程數的影響 絕對不是那個五萬可以解決的 當然我的前提是 在里程數是 可以參考的狀況之下 因為這麼多 我們會說會調里程數 調里程數 那里程就變成無法參考 但是假設里程數是 準確的狀況之下 我們當然寧願買高五萬 不要說高五萬啦 高十萬我都寧願 我去買跑少的 我也不要去買跑雙倍Double 十六萬公里 因為這個 除了牽涉到 你現在買便宜五萬 那之後你回來會修車 修到多少東西 修到多少錢 這是第一個影響 那第二個間接的影響就是 你回來又開三年五年後 對不對 你要賣了 這個車可能已經跑二十幾萬了 你要賣給誰 對不對 你價錢也賣得更差 那你當初為了貪這個五萬的便宜 買了一個更爛的東西回來 修了更多的錢 結果 你要賣的時候 又賣得更差的價格 所以我說 差那五萬塊錢 你覺得 划算嗎 只差五萬 我是賣的啦 買你就差那麼多 我考慮看看 對不對 所以喔 小四在這邊 要表達的一件事就是 里程數高的車 不是不能買 但是 你要便宜我更多的價格 車很便宜 為什麼不能買 你不要說 你已經跑二十幾萬了 調成十萬 然後要賣我十萬的價格 那我怎麼樣 我就被騙了啊 你告知的情況之下 然後賣我更便宜 合理的價格 我覺得 跑二十萬OK啊 那不便宜 當然這個里程數喔 還要看這個 跟車子年份相對的關係啦 二十年跑二十五萬公里 還好啊 那跟大家分享喔 台北縣市啊 正常的一個 行駛的里程啊 你上下班 偶爾開 距離沒有太遠 假日偶爾出去玩 在台北縣市啦 都會區啦 大部分平均的里程 大概是一年 一萬至一萬五千公里 是一個 合理的一個里程的區間 區間啦 當然你如果越高級的車 大家都會希望里程越低越好 那其實喔 我覺得大家也不要因為 為了要二手車架好 一台車買回來 買回來不可以 那你跑到跑了 你為了 你為了以後要賣好家 你車買回來不開也不對喔 真的你買回來 該用的 車 對不對 東西買回來就是要用的嘛 對不對 那當然 站在我們這個收購的立場 我們必須要替這個 將來 要買這一台車的人 把關嘛 所以我們當然會 知道說一個平均 正常合理的里程在哪裡 那並且以這個 正常合理的里程為基準 那下去 來遞增遞減 這個二手車的價格 好啦 今天最無聊 喔沒有 上次是最沒有內容的Golf試車 今天是最無聊的 Lazers的iS250汽車 真的很無聊 這車真的沒什麼好說 人家說今天 整頂都在爛賽 那今天這個試車到這邊啊 喜歡小獅的影片 要記得多多幫小獅 訂閱 留言 分享 按喜歡 鼓勵小獅做出更多 跟車有關好看的影片 好不好 比一個狗 好啦 下次見 掰掰 оп燈 搵 The whole thing got no name Can't remind you again and again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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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Living the moment till I die And I'm gonna chase it And I'm gonna chase it I know we can't ignore it No matter how hard we try And I'm gonna chase it And I'm gonna chase it And I know we can't ignore it No matter how hard we try Fighting the pain, I'll fight the game Breaking all the wounds to keep me sane Oh, oh, oh I believe I grab the gold And I'm gonna chase it And I never can try Oh, oh, oh Living the moment till I die And I'm gonna chase it And I'm gonna chase it I know we can't ignore it No matter how hard we try And I'm gonna chase it And I'm gonna chase it I know we can't ignore it No matter how hard we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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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here I know it can't get over I can't here I can't here